监杀是指被性情或强奸而导致死亡的原因除了是那些令人痛恨的色狼、坏人或杀人凶手以外 其中则是受害人在错误的时间采取错误的方法导致被凶手杀害 现时代的进步和快速的发展导致犯罪的方式或手段跟以往有很大的分别 在自我保护意识中必须考虑种种突发事件中的可能性以及预防自己成为无辜的 因此女性除了必须拥有预防能力以外 也必须懂得一些科学合理的实战防身技能 以便能够在面对凶恶的坏人时能够做出有效的反抗和提高生存的几率 许多女性对潜在性情害似懂肺懂 在面对色狼时经常会不知所措而被进一步的侵害 这显然是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不到位 许多防不胜防的情况都是因为个人的安全意识不到位所造成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 从安全意识到安全知识都需要改变 再也不能让成就的学习方法学会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 例如经意识长意识 因为这种方法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非常沉重的代价 毕竟我们只有一次的生命 许多人都知道保镖拥有超凡的能力 它不只能够保护自己还能保护他人 因此非常多的人希望拥有像保镖般的智慧与能力 其实自我保护的技巧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难 相反的却是十分容易掌握的 只要通过学习 最好的保镖其实就是我们自己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自保的关键能力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